家人们大家好,今天继续跟家人们分享的是第十一遍呼挂 这个呼挂吧,以前我也没那么太详细给大家介绍过 因为吧,这个是在梅花艺术当中 就是说体用呼变,它用的时候比较多 因为它们是不拍挂的 就是像我们来说,不用高纸,说是把六摇子记到纸上 它们只看啥呢,你像假如说钱挂,钱为天 是上千下千,它就是以钱挂的像去说事 像我们说的《易经》六摇子当中有很多种债法 我们有的都是用这个六摇子 所以这个梅花艺术它不用六摇子 它只用挂像说话,就要体用声科 完了,你体用呼变去看这个事情 断挂也是,根据挂像当中的所主之事 你像砍,砍者就是车像,水像,中南 完了,你它所主的,说一,六,这是数字 完了,用它来推这个时间,也就是所说英七 在讲完六摇子以后,我会用足一个章节吧 再给大家说这个体用呼变,以及它用神所主之事等等 今天就先给大家说一下的呼挂 这个变呼挂是说啥呢? 说古大圣以施草演成一挂 就是古代先贤呢,算挂的时候他们都是以草占卜的 还有归甲占卜的等等,它那么方法都不一样 推,体相,用相,呼相,就是体用呼嘛 还有个变,摇此,定是之吉凶 体相为我,用相为士,挂有内三摇和外三摇 就是所说上下两个重挂 事做之处为体,应做之处为用 譬如,天地匹挂,事居内坤地三摇,应居外迁第六摇 既以内坤坤挂为体相,以外坤前挂为用相 内坤属土,外迁属金,为之体去生用不及 就是说体生用属于浩洁的本体嘛 什么事情都是,就是一用科体,用生体,一体可用 就是这两个未及,体用笔合也行 剩下的一个就不是未及了 再者,呼啊,呼啊之法啊,亦以匹挂为例 除上六摇,除下六摇拆 从第二摇至第四摇,见 拆拆拆,即内坤呼称更挂 从第三摇至第五摇,见 拆拆拆,即外挂呼称迅挂 更挂属土,迅挂属墓,墓为千公匹挂之才 如求欺财者得之,为之用来科体 即遥辞者,遥见拆阳约久,遥见拆阴属六 即前挂初摇,遥约,遥约久,潜龙无用 又如匹挂初摇,遥约,初六拔毛如,以气会 真极横,匹之四摇,遥约久四有命无救 主离止 鬼谷的先师因义理浩荡深远,恐后人不能参透 以前代师补,定财官父兄子,生科之化 分别远用仇济四神,行冲科骇生虎拱合 动静空破之法,使后学一绝,急凶一抛 自后,以诗演义者,不察忽体,用相,谣词而不灵 以前,补挂者,用之,则补厌,学者一知 诗演,前补,断法不同 他这个诗,这里边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六摇看了以后,还得看谣词 还得看体用忽便,就是全面的去参考 所说的,这个就比较繁琐了,是不是? 如果呢,你要是用,你就以它为用 可以供你参考 如果不用呢,你这个气质呢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个人的 所说的,你的悟性跟你的能力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